这个男孩就到我窗口来办一个网银的开通业务 然后他的单字上我让他签字 刚好他签完字之后就写了 就我韩少在后面 放了一下那个男孩身后确实有两个人跟着他 在我们网点门口也是有人就是徘徊的 那赶紧给我们行长反应了 当时给小时说 你先尽量办业务 拖延时间 然后我就拿出手机打了110 同时我和我们同事就到大厅里 继续暗中观察其他两个人的情况 大概过了五分钟左右 咱们北关北部的民警来了 那一男一女看见民警来了 就想逃跑 据他自己的陈述 他是被网友骗过 骗到韩宗的说是要找工作 但是到韩宗以后 他发现这个情况不对 然后就以这个要去银行办的业务为由 他到银行窗口 以后就是通过写纸条 向银行求救 都不要动啊